字幕志愿者 李嘉雯 字幕志愿者 李嘉雯 各位同学大家午安 今天是我们第三次上课 这个各位学习的第三次上课 在刚开始介绍的时候 忘了跟大家讲上半学期的内容 前面两周是李嘉雯老师上课的部分 所以在9月18跟9月25的時候呢 各位已經上過兩次課 那從今天開始呢 就是第三週開始 一直到第八週的時間呢 是由我來負責上第二章 以及到第13章的內容 那接下來是第九週的時候 就是各位的第一次期中考 是在11月13號 所以呢這個期中考呢 很快就會到 再一個半月就會到來 所以要請大家那個開始準備 那在開始之前呢 我要再講那個第二章之前呢 我想要花一點點時間呢 跟大家講一下這本書的這個使用的方式 跟各位學習的方式 那我想呢很多同學呢 都是第一次拿到這麼厚重的一本 原文的教科書 那這本書呢 是Campbell Biology的第10版 那這個第10版呢 做了一些改革或一些革新的部分 所以我接下來呢 花幾分鐘時間呢跟大家講 如果你有帶出來的話呢 你可以看你的書 如果你沒有帶出來的話呢 你也可以聽我講就可以了 第一個呢是 在這個課本裡面呢 也從這個上個禮拜 上上上個禮拜 李嘉偉老師的課部分呢 其實我們都一再強調呢 這本書的一個核心的概念呢 就是Evolution 所以當你看任何章節的時候呢 不管是Cell Biology 或者是這個動植物 或者甚至後面的生態部分呢 都跟Evolution有關 在這本書裡面呢 除了Evolution呢 是一個unified thing之外呢 還有四個很重要的concept 就是這concept呢 是各位在學習的過程當中呢 一定要了解的 在 Biology 或是 Life Science 裡面呢 其實我們很關心的呢 除了Evolution之外呢 還有這四個重要的主題 包括了這個 Organization Information 還有 Energy Matter 跟 Interaction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呢 在接下來這幾週的課程 跟下學期 所有課程當中呢 我們幾乎所有的這個主題呢 都環繞在這個五個主題上面 那當然呢 Evolution 是貫穿 我們這個整本書 或者是上下兩學期的 生命科學一跟二的一個核心的概念 在這一張 這個課本的編排方式上面呢 在每一張從第一張開始呢 到這個第56張呢 每一張呢 都會有這個 大概三到七個 key concept 也就是所謂的 三到七個小節 每一張裡面呢 有不同的小節 有的是三個小節 有四個小節 有五個小節 那每一個小節呢 就是一個所謂的 key concept 那這個 key concept 下面呢 會有一些所謂的這個 下面這個次單元的一些 標題 那這些標題呢 基本上呢 就是說明了這一個節裡面的一些重點 所以當你在看書的時候呢 因為我相信絕大多數同學呢 都會覺得一開始呢 覺得是非常恐怖 因為呢 這個書很厚 然後內容也蠻多的 你要怎麼看呢 那我想呢 很重要一點呢 就是先了解 在這一張的主要觀念是什麼 以及呢 在這個主要觀念下面的一些標題是什麼 如果你這些都能夠先了解的話呢 你在看書的時候呢 你才不會呢 花太多時間在看 detail 但是呢 到頭來呢 你對這一張到底要 要講的概念呢 不了解 那在每一節的結束的時候呢 都有一些 question 有的是一個 或有兩個 question 那各位呢 在看書的時候呢 你可以自己的去問自己 是不是了解這些 question 那這些 question呢 是一個這個所謂 self-assessment 那在最後呢 這個每一張的最後呢 都會有一個 summary 的 有的是兩頁 有的是三頁 那這個 summary呢 就是當你在預習 或者是複習的時候呢 很好的一種方式 因為後面的這個 每一張的這個 summary 的部分呢 都是把這一張的 很重要的觀念呢 用一些簡單的圖 或者是文字做說明 所以當你呢 要複習跟預習的時候呢 可以很快的了解這一張的 一些主要的概念 這是這本書呢 這個從第一版到現在呢 都有的一些安排的方式 再來呢 就是這一本書呢 在這一個版本裡面呢 有多了一個新的調整 就是所謂的 making connection visually 它設計了一些圖 比如說 在這個 我們講完第一張到第十一張之後呢 會有一張圖 這張圖呢就是 把我們在 基本上就是我要負責交的這一部分裡面的 這個主要的幾個章節呢 把它連貫在一起 在一起 包含了這個細胞的一些功能 細胞膜的功能 細胞的這個訊息的傳遞 以及呢 產生能量的這個 mitochondria 就是粒線體 跟這個製造這個 sugar 跟氧氣的這個 這個液律體啊 等等這些構造呢 可以藉由呢 一個完整的概念呢 去了解我們每一張之間的一些 所學的這些基本 concept 之間的關聯性 所以換句話說呢 當你在學的時候呢 你要去了解這一張跟你之前 所學的那些章節之間的關聯性 這個我覺得是 各位在大一的時候呢 唸這些 尤其是生命科學教科書的時候呢 特別需要注意的就是 每一張跟每一節之間呢 都是有關聯性的 就是不要是每一張每一節 是單獨的學習 你要看這一張的時候 你要想一想你前面所學的觀念呢 怎麼跟這一張或這一節呢 連上關係 然後在後面呢 還有一個 一些實驗的設 一些特殊的一些這個專欄 包含了這個叫 scientific skill exercise 這也是這一個版本呢 一個新的 新的一個設計 就是呢 它會提供真實的實驗數據 比如說在我們今天講的第二章 跟第三章裡面呢 就有兩個實驗呢 分別有個別的實驗呢 來說明一些重要的觀念 那基本上呢 就是希望呢 各位呢 在念書的時候呢 可以知道這些知識呢 不是無中生有的 這些知識呢 是過去許多科學家的努力呢 得到的一些重要的結論 所以當你在看書的時候呢 你要 think like a scientist 就是你要去想像一下這些知識呢 當初這些科學家是怎麼發現的 怎麼找到這些基本的一些現象 所以就是 think like a scientist 而且呢 你要知道的是 how we know what we know 就是 在這個課本裡面呢 要告訴我們這些事實 是怎麼得待的 所以就是這個 how 的問題 how we know what we know 最後的最後呢 就是各位知道這本書很厚 但是呢 很少人會把這本書呢 翻到最後去看 當你翻到最後呢 就會有一個所謂的 appendix appendix 叫附錄 這附錄裡面呢 各位在這個每一章後面呢 都有一些作業 或有一些自我的練習題 這個練習題的答案呢 就在 appendix a 的部分 是有這個 answer 非常多頁 如果各位呢 如果你當你在做練習的時候 你想要知道答案的話呢 你就翻到最後一頁 最後的這個 appendix a 的部分呢 這邊有 answer 那當然有一些是有用的一些資訊 包含著周期表啊 或者是一些顯微鏡的一些 基本功能的介紹等等 最後的最後呢 是這兩個東西 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一個參考用的一個東西 一個叫做 grocery 就是一些 專有名詞的解釋在後面 所以如果你遇到一個專有名詞 不懂的話呢 你也不知道在哪一章的話呢 你可以翻到這個 grocery 去找 通常呢 一些很重要的專有名詞 都會在這個 grocery 裡面呢 做這個 簡單的這個解釋 那更重要的是 最後一個就是 index index 什麼時候很好用呢 就是小考的時候 小考的時候我出一個題目 如果你不知道那個單字 是什麼意思的話呢 你就直接翻 index 然後你就可以查到那個單字 然後那單字會告訴你說大概第幾頁 你就可以翻到那一頁去查 然後你就看了 你就可以寫得出來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呢 就會影響到你的小考成績 所以呢 各位知道說這個書呢 安排呢 幾乎所有的原文教科書 都有這樣的一個特性 很多同學呢 是第一次看這個原文教科書 所以我希望各位呢 大家熟悉一下說 教科書的最後面其實有一些 還不錯的一些資源可以使用 除了這些習題的 answer 之外呢 這個 grocery 的部分呢 跟 index 的部分呢 是大家在念完這些東西之後 或者是要準備考試的時候 如果你有哪一些特別的 這個觀念或是名詞不了解的時候 你可以翻到後面去看 那這樣的話呢 可以幫助你呢 很快的找到 它是出自於哪一個章節 然後去回去看它的一些解釋 這是關於這個課本的使用方式 那我希望大家能夠可以稍微呢 把自己呢 練習開始使用這個所謂的 這個使用這本 Campbell Biology 這個原文的教科書 因為各位它 它會跟著各位一學期的 一學年的時間 所以這整年的時間呢 我們會把這一本書呢 從第一章交到最後一章 所以我們會每一章都會cover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跟我們一起 從現在開始呢 跟我們一起從第一頁念到最後一頁 如果你全部都念懂 都念完的話呢 第一個你會對LiveSites很有興趣 第二個你會懂得非常多 所以這是非常值得做的一件事情 然後你可以很驕傲的 在你這個身上二年級的時候 跟你的學弟妹講說 我是從第一頁念到最後一頁的人 然後那學弟妹就會用非常崇拜的眼神 看著你說哇這麼厲害這樣子 OK 好 在這個第二章的部分呢 跟第三章的部分呢 是非常偏化學的部分 各位都知道說呢 生命科學或是生物學呢 跟化學有非常重要的關係 各位現在也在 很多同學呢 現在也在修這個普化 就是普化一的部分 所以有一些部分的確是重疊的 甚至有一些跟各位高中的生物跟化學呢 有很多很多的相關 但是呢我想在這邊呢 除了幫助大家在第二章跟第三章 就是今天這堂課的內容當中呢 跟大家一起review一下 我們過去所學過的一些 基本的chemistry 基本的化學 跟生命科學的關係之外呢 希望大家在看這些 chemistry的內容的時候呢 能夠用biology的角度去看 就是我們畢竟不是化學家 我們畢竟不是純粹學化學的人 我們學化學的目的是 為了要了解生命現象 但是呢生命現象的 最基本的組成單元是由這些化學的分子 或是原子所構成 所以在今天的課裡面呢 我們第二章要介紹的是原子與分子 第三章要介紹的是水分子 這兩個呢 章節呢都是非常非常fundamental 但是這些fundamental的chemistry呢 會影響到我們未來 在研究細胞或是甚至是生理學啊 等等的一些重要現象的一個基礎 所以在這邊呢 或許有一些枯燥 但是呢請大家bear with me 就是這個課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大家能夠用biology的角度 來看這個化學的部分 好 首先呢 當然呢我們知道說 這個 我們呢 biology呢是study of life 但是呢這個環境當中呢 有很多的現象 或是很多的這些 基本的一些運作的方式呢 都還是根據所謂的這個物理跟化學的法則 所以我們在後面呢 會看到有勒力學 有很多的不同的這個化學跟物理的定律呢 在這個我們看到的這個自然現象當中呢 是存在的 而且是follow這些很基本的法則 所以我們呢 就是利用這個方式來學習 接下來我們要學習 這個生命科學的部分 一開始的時候呢 如果你有先預習的話呢 你大概會看到這張很有趣的照片 這個是呢 ant ant就是螞蟻呢 它會利用它的這個乙酸 就是foaming acid faming acid 是一種這個螞蟻所製造出來的一種 酸性的物質呢 當作它的defense的這個weapon 就是它的這個防禦的機制 所以它可以利用這個乙酸呢 來擊退它的這些 這些predator 這些這個攻擊的 或者是這個獵食者 那這些呢就是化學的一部分 因為乙酸是一種化學的一種物質 但是呢 在它的行為上面呢 螞蟻呢 是利用這種乙酸的方式呢 當作它的一個這個武器 來對抗這個外來的一些這個捕食者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正式進入到這個 在化學裡面呢 最最基本的一部分呢 就是所謂的這個matter 這個atom的部分 matter就是物質 大家都知道呢 這個任何的東西啊 都是由這個物質所構成的 那organism呢 organism就是有機物或有機生物呢 生物呢都是由這些物質所構成的 那物質很簡單呢 就是只要佔有空間 佔有質量的東西呢 都可以稱為是一個物質 所以是matter 那matter呢 是由這個元素所構成的 那元素是什麼呢 就是你不能再被這個chemical reaction 化學的反應呢 去breakdown的這個物質 就是一個元素 就是你不需要用加速器 不需要用特別的一些暴力呢 去產生的這種反應 來breakdown的這一類的物質 就是稱為元素 那如果是compound 就是我們所謂的化合物的話呢 則是具備了兩種 或兩種以上的這個元素所構成 比如說水是H2O 它就是由這個水是由這個氫原子 跟這個氧原子所構成的這個化合物 那如果是像氧氣呢 是由兩個氧原子構成 它理論上來講 或原則上來講呢 就不能稱為化合物 因為它化合物的定義呢 是要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不同的元素所構成 如果是相同的元素 像兩個氧原子構成的 就不能稱為化合物 但是水呢 就是一個化合物 因為它是由兩個不同的element 兩個不同的元素 在一個固定的ratio 就是2比1H2O 這樣的一個比例下面呢 所形成的 而且呢 在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要介紹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呢 就是化合物呢 它具有的特性呢 是個別的元素呢 所沒有的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這個例子呢 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們的這個鹽 食鹽呢 叫做 sodium chloride sodium chloride sodium chloride 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呢 每天會用的一個 會吃到的一個東西 但是各位都知道呢 sodium chloride 是由兩種元素所構成的 第一種元素是 so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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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金屬 它在正常的狀態呢 是固態的方式存在 這個 chlorine 它在這個元素呢 叫 chlorine chlorine 是氯氣 這個氯氣呢 是一個有毒的氣體 在正常的室溫之下呢 是以氣體的方式存在 所以呢 sodium 很硬沒辦法吃 chlorine呢 有毒更不能吃 但是這兩種東西呢 這兩個元素加在一起 所形成的 compound 就所謂的化合物呢 叫做 sodium chloride呢 是一個非常安全 而且很重要的一個 我們平常會吃的一個東西 所以在這裡面呢 各位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而且這件事情呢 是 throughout the book 在這整本書裡面 一直會常出現的一個現象 叫做 emergent property emergent 這個字呢 就是浮現的意思 就是兩個東西加在一起呢 所出現的性質 是你不能 predict 的 就是他們的性質呢 不是1加1等於2 它是1加1呢 大於2 就是超過一個 你不能想像的性質 也就是兩個 完全不一樣性質的東西 放在一起呢 出現的這個性質的特性呢 是再現的 或突現的一個特性 這是一個化合物呢 跟它的個別元素之間呢 出現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特性 那我們在日後呢 也會看到很多的現象 就是不同的這些細胞 比如說 各位知道我是做神經科學研究的 很多的腦細胞加在一起呢 構成我們人類的大腦 這個人類大腦所出現的特性 也不是個別細胞可以預測的 你知道每一顆神經細胞 你還是不能知道大腦的運作 就像這邊 你知道收點的功能 你知道 chlorine 的功能 你還是沒辦法去預測 到底它加在一起 會出現一個什麼樣的功能 所以這種特性呢 我們就稱為叫做 emergent property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可以看到呢 元素跟化合物之間呢 特性呢 是有很大的差別 好 接下來我們既然要先講元素 我們就要看說 這個生命當中的元素呢 到底有多少 事實上呢 我如果你去看週期表的話呢 週期表裡面有很多的元素 有100多種 但是有一些是人工合成的 所以我們只看 天然的元素的話呢 有92種 92個元素在週期表裡面 但是其中呢 只有20到25%的這92個元素呢 是essential to life 所以我們稱為 essential element 就是跟我們的生命 或者是我們的這個生命的現象 有關的一些元素呢 只佔了大概五分之一左右的這些元素呢 是essential的其他的一些金屬啊 很多的這些特別的這些元素呢 其實跟我們的生命呢 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 那但是呢 這裡面的分布呢 是非常的不平均的 比如說這個carbon hydrogen 就是這個碳跟氫 還有氧呢 跟這個蛋呢 它佔據了大概96%的 leaping matter 就是它 這只有四個元素 但這四個元素就佔去了我們 整個leaping matter 就是有生命的物質裡面呢 96%的這個重量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令下4%呢 又被其他的幾個很重要的元素給 貢獻出來 就包含了calcine 就是鈣 鈣跟這個0 還有這個钾 還有這個sulfur 就是瘤 所以鈣鈴鈴 這四個元素呢 又貢獻了大概4% 所以96%加4%呢 就差不多百分之百 那剩下呢 有一些非常微量的元素呢 就稱為trace element 這些trace element呢 它所佔據的這個比例呢 是小於0.01% 非常非常的少 但是呢 它對於很多生命的現象呢 是必須的 所以它是require 雖然它即使是 只需要only minute quantity 就是非常少的量呢 但是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就是各位呢 你們在高中的時候 也看過一個table 就是呢 在人體裡面呢 所有一些 常常見到的 或是一些必要的element 必要的元素 包含了剛才前面講的 佔了96.3%的 這四大主要的元素 跟佔了這個幾乎是4%的 剩下的這個 7個元素 但是剩下這些 下面這些 剛剛講說呢 佔只佔0.01%的這個質量呢 卻是非常重要的 在下面呢 各位如果仔細看呢 有一些你非常熟悉的 像點 大家都知道呢 點呢 是我們一般在實驗裡面呢 會加入的 那缺了點的話 會造成假狀線的一些問題 但是有一些呢各位呢 你可能連看都沒看過 或甚至呢 你連他的中文名字都不知道 這些呢 各位可以回去想一下 下個禮拜的小考的 其中有一題呢 就會是 請大家呢 任選出一個 這個trace element 然後你要告訴我說 他在這個element for essential life essential的這個element裡面呢 為什麼他是重要的 比如說 你要告訴我說 這個chlorine呢 chromine呢 是很重要的 或是cobal cobal是孤耶 為什麼孤對人類也是很重要的 他到底功能是什麼 所以除了這個 除了這個 除了這個鐵 跟這個iodine 不能寫之外呢 其他都可以寫 因為這兩個是大家都 都學過的 所以我也知道 所以我就 因為我其實有一些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只是希望大家回去查一下 然後可以告訴我 所以呢 這樣子 我也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所以呢 除了這個iodine 跟這個ion 不能寫之外呢 其他的大部分 各位應該都很難想像 他有什麼功能 所以你可以從這裡面呢 去找一些 你自己有興趣的 選一個聽起來你沒有看過 或是呢 不太知道的元素 讓你去了解一下 就在wikipedia上查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這些呢 都跟人類 或是跟生命呢 有一些密切的關係 知道一些這些微量元素 為什麼重要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 各位都知道說 大多數的生物呢 都不能夠在這些所謂的 除了剛才講這些 這個20到25%的這些基本元素 的這個情形之下 超過這些呢 對於大部分的生物來說 是有毒的 所以有一些element呢 是toxic的 像是大家所熟悉的 這個生 就是 arsenic呢 是有毒的 如果地下水當中呢 有生的話呢 是一個環境的污染 對這個人類 或者是很多動物來講 是不合適的 可是呢 有一些動物呢 他就是 剛好呢 可以適應那樣的環境 所以他可以adapt 這種所謂的toxic environment 比如說像這個環境呢 就是這個叫做 Separdine的這個 Plant community呢 這些植物 這是蛇紋石 這裡面呢 會放出一些 對於我們人類有害的 一些toxic element 但是有一些植物呢 它卻可以分解這些毒物 或是有一些微生物呢 它可以分解一些 特定的一些 對人類或是動物有害的毒物 它可以在那樣的環境下生存 所以我們也很好奇說 為什麼有一些生物呢 它可以適應在這種有毒的環境 那它的這個降解就是metabolism 它的代謝機制是什麼 如果我們可以從研究這些生物 是如何在這些toxic 就有毒的環境下生存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它的這個代謝反應 是透過什麼樣的方式進行 或許我們可以用相同的方式 去解決我們現在目前所遇到的 一些環境污染的問題 比如說生污染 或是一些重金屬的污染 可以利用微生物或植物的一些 研究來告訴我們 所以這也是 我們對於這些逆境 或者是在於 有毒環境下生存的生物呢 的一些研究 可以提供我們解決 我們現在目前所遇到的 一些環境污染的這個問題 好 接下來呢 就是進入到非常化學的部分 就是要介紹到原子 就是說 我們知道呢 說一個元素呢 它有它的特性 每一個元素 像剛剛講說 這個蛋 或者是氧 或是氫 每一個元素呢 它的特性都不一樣 那它的特性不一樣呢 是因為呢 它有不同的這個atom atom 就是原子 那這個原子呢 就是我們說的一個物質呢 就是最小的一個單位呢 最小的一個unit呢 就稱為一個原子 原子呢 它是有很多的 所謂的subatomic的particle 就所謂的這個次原子栗子所構成 我們在目前知道呢 大概 科學家已經知道 有100多種不同的栗子 比如說在去年或前年所發現的 這個希格式栗子呢 就是其中一種 或者是苗子啊 很多不同的這些 這些垮克啊 這些不同的這些栗子 但這些都跟我們今天所學沒有關係 因為 我們這個平常呢 不太會去得到這些栗子 因為這些需要高速高能量呢 才能對撞出來的這些栗子 我們比較關心的是下面這三個particle 就是neutron proton 跟electron 就是所謂的這個中子 它是帶這個中性的 沒有電沒有charge的 另外就是proton 是子子 就是帶正電的 跟electron 就是帶負電的這個charge 所以基本上呢 跟我們的這個 接下來要討論有關係的呢 基本上只有這三種這個 次原子的這些例子 就是neutron protons 跟electrons 好 那我們都知道說呢 為什麼每一個元素呢 它的原子不同 它的特性不同呢 是因為它其中呢 所含的這些 這個neutron 跟proton 就是中子 跟子子的數量是不同的 因為這兩個呢 構成了所謂的原子核的部分 atomic nucleus 那electron呢 各位在化學 在高中都學過 它只是在這個 這個原子核外圍的一個 所謂電子雲的部分 所以是一個cloud 我們把它形容成一個cloud 的一個這個 這個分佈的方式 那基本上呢 因為剛才講說 物質呢 是佔有空間 具有質量 所以呢 它一定有重量的 所以這個質量呢 就是neutron的mass呢 跟這個proton的mass 加在一起呢 它就是 形成它的所謂的原子量 但是呢 這邊我要講的是說 它的這個大 它的這個質量呢 是等同 相同的重量 那我們為了要 描述方便起見呢 我們就用這個daltons 就是所謂的daltons 來描述 這是我們一般 來去量測這個 中子跟 直子的這個質量的這個 基本的單位呢 就是這個daltons 這各位呢 都知道說呢 原子呢 裡面呢 有這個直子跟中子 所以它佔據的 這個是比較核心的位置 然後在外面呢 是有所謂的這個 剛才講這個cloud 這是以這個helion helion就是氦 這個氦氣呢 這個原子作為粒子 它是這個有兩個直子 兩個這個帶正電的直子 跟帶中性的這個中子所構成 那因為這個電中性的平衡 所以呢 它有兩個直子呢 它就有兩個電子 那你可以想像 這兩個電子呢 就在它的周圍呢 形成一個這個 雲狀的這個分布 好 那接下來就是 大家在以前高中化學呢 都常常見到的這些 這些基本對於原子的一些描述 包含了這個原子的數 原子數 atomic number呢 就基本上是講 在核中的這個直子的數量 有6個直子呢 它的原子數呢 就是6 那如果是講這個原子量的話呢 就是mass number的話呢 就是要把這個原子跟 對不起 這個直子呢 跟中子的數量加起來 就是所謂的這個mass number 那這個atomic mass呢 跟這個 剛才講這個mass number 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我們也可以用它來形容 是total的這個 total的這個 總質量 這個原子的總質量 那接下來要講說 各位都有聽過這個 同位數 就是isotope 所謂的同位數呢 就是它有相同的這個 直子 但是呢 不同的中子 因為相同的直子呢 才會是相同的元素 如果直子 直子數都不一樣的話呢 就一定是 不是相同的元素 所以如果它是相同的這個 直子 就是proton的 number 是相等 但是呢它有不同的 這個中子的話呢 這時候呢 它基本上呢 就會是 所謂的這個同位數 同位數呢 有兩種形式 一種呢 叫做穩定同位數 叫stable isotope 一種叫做 radioactive isotope radioactive isotope呢 就是它會呢 decade的 就是它會隨著時間 有半衰期的 不同的元素的半衰期 有的是幾秒鐘 有的是幾年 有的是幾百萬年 所以每一種元素的 這個半衰期不同 但是基本上呢 它會decade decade之後呢 它就會慢慢的釋放出 其他的一些particle 或者是energy 然後最後呢 變成別種元素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我們會發現 在自然界當中呢 有很多不同的 這種isotope的出現 像我們待會兒要講到這個 用來定連的方式 比如說碳的定連法呢 就有碳12 碳13跟碳14 碳12跟碳13呢 就是穩定同位數 我們一般講的碳 都是講碳12 那如果是碳14的話呢 就是一種放射性同位數 用來做為一些化石定連 常用的一種 放射性的同位數 放射性同位數呢 其實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呢 它在 不管是醫學的這個診斷上面 或者是呢 用來這個 定連上面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說 我們想要知道說呢 比如說我們想要知道說 有沒有這個 cancer 或者cancerous的這個 cell出現呢 那因為我們在做 這個醫學的檢驗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在 這個病呢 在做這個盒子影像 就是past scan的之前 past scan的是這個 正值的這個放射的這個 tomography 這個電腦的斷層掃描 我們可以呢 讓它先 吃一些微量的這種放射性同位數 那因為呢 當這個 這個 癌細胞呢 它需要 經大量的這個養分 所以呢 它會吃進比較多的glucose 那這個地方呢 它所帶的這個放射性同位數呢 就會比較多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呢 這個cancer cell呢 它的代謝比較旺盛 或它分裂的次數比較多 所產生 所帶有的這個放射性同位數的訊號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來 當作是診斷或者是 發現到底身體上面哪一個地方呢 可能具有一些 癌細胞的這個出現 可以利用這種同位數的方法 尤其是 radioactive isotope 來進行這樣的一個 生物的檢定 這個 這個操作 好 那我們剛剛講說呢 radiometric 的 dating 就是所謂的這個 生物利用放射性同位數呢 可以用來作為定年 這定年的原理呢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因為我們剛剛講說 這個同位數呢 它會隨著時間呢 慢慢的decay 那每一種同位數呢 它decay的時間不一樣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 用來 常用來作為化石定年的同位數呢 是碳 所以碳12碳13跟碳14呢 它的這個碳14的這個 所謂的half-life 就是半衰期呢 大概是5000 課本上好像是5730年 所以在5000多年的時間 它會衰減一半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 我們自己所知道的這個 相對的比例 就是碳14跟碳12的比例呢 來當作是一個定年的方式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用這個方式 來當作化石定年呢 是因為呢 在大氣當中呢 碳12碳13跟碳14 是有個固定的比例 當然大多數是碳12 然後非常少的部分是13跟14 所以如果今天呢 這個生物是活的時候 比如說這個恐龍 它是活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同位素呢 它身體裡面的碳的比例的同位素 碳12碳13碳14呢 是固定的 因為它每天都需要呼吸CO2 所以呢 不是呼吸CO2 不是吃進這個 帶有這個含碳的這些食物 碳水化合物這些食物 所以它所吃進來的這個比例是一定的 所以呢 它的這個同位素之間的比例就會維持固定 但是它一旦死掉之後呢 它就不再攝取這些空氣當中 或是食物當中的這些正常比例的這些碳 但是呢 它的體內的碳14呢 是逐漸的decay 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呢 去做這個所謂的定年 那這個呢 是課本上實際上提供的一個數據呢 是最近呢 進行這個 尼安德索 就是所謂的尼安德塔人跟人類的這個 要研究說他們到底在尼安德塔人 跟我們現今的現代人呢 在過去歐洲重疊的時間 那我們經常是需要透過這些 化石的骨骼來去定量它 到底是在多少年前呢 這個遺留下來的骨骸 所以我們就可以根據在 在這個骨頭或是化石當中的 碳12跟碳14的比例去推算 根據它的半衰期去推算 到底是多少年 那這裡呢 我們畫的這個圖呢 是在這個裡面的這個 isotope的比例呢 as a function of time 這個time呢 不是以年計算 是以半衰期的發生的次數 比如說這是一次的半衰期 兩次的半衰期 三次的半衰期 四次的半衰期 那我們剛剛講說 這個一次半衰期大概是5000多年 所以你可以去推算出呢 在這個decay的function 通常是一個exponential function 是一個指數的函數 那它的這個穩定同位數跟 放射性同位數之間 就是碳12跟碳14的比例呢 會隨著這個半衰期 就是你看第一次呢 就衰減一半 第二次再衰減一半 第三次再衰減一半 第四次再衰減一半 然後衰減到最後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去算出 到底它的比例呢 相對來說呢 是多少個5000年 我們就可以算出說 這個骨骼或者是這個化石呢 是在什麼時候呢 所遺留下來的 或是這個當時呢 所找到的時間 是可以經由所謂的這個 同位數定年的方式來做 所以isotope 尤其是 這個radioactive isotope 在研究化石 或者是古生物學 或人類學的研究呢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講另外一個概念 而且這個概念呢 跟我們講 接下來要講到一些 重要的分子 就是在我們下個禮拜 我們要介紹到蛋白質 碳水化合物跟子質 這一類的生物分子裡面的 這個特性呢 非常有關的 就是它的這個electron 就是我們講說 這個物質呢 有原子構成 原子呢 除了原子核以外 外面是電子 那這些電子呢 的分佈 還有它的能量呢 決定了它的一些特性 所以這邊呢 就要牽扯到一些 基本的物理跟化學的部分 我們都知道呢 這個energy呢 是能夠使得改變的一種能力 就是所謂的能量呢 可以把它想成是 具有可以改變 件事情的這個capacity 那能量呢大家都有聽過 有動能 衛能啊 熱能等等 我們今天都會一一的看到 首先先介紹的是 衛能 就是potential energy 就大家常常聽到 比如說 這個水庫呢 這個水呢 在上方呢 它是具有這個衛能 它開始釋放之後呢 就會把這個衛能呢 轉換成動能 所以在電子的這個角度來看呢 我們也是一樣呢 把這個電子呢 在這個原子核的外面呢 想成是具有這個衛能 那如果你要想像的話 我們可以想像說呢 就像是這個樓梯呢 每一顆球呢 它會往下走 那我們呢 在這個原子的外面呢 有很多不同的軌道 所謂的電子軌道 這個最外面的軌道呢 的電子呢 是具有最高的能量 因為它離這個原子的這個 Nucleus呢 原子核是最遠的 那它呢 就具有最高的這個衛能 所以呢 當它呢 從比較高的這個電子軌道 比較外面呢 掉到比較裡面的話呢 它就會失去能量 就像是 這個球呢 從這個高處往 往低處走 會失去這個 它的衛能 變成是動能 那如果呢 你要往上推呢 從球 要往這個比較低的地方往上推 或者是從比較低的這個 能量的軌道 低層的這個電子軌道呢 往上推到比較外層的電子軌道呢 也是需要能量的 因為呢 這是對抗 因為電子是帶負電的 原子核裡面呢 的子子是帶正電的 所以你要 正負本來是要相吸的 但是呢 如果你硬是要往外推呢 這時候你就需要能量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電的特性 不管是正電負電的這個相吸 跟相似的方向去想它的能量需求 你也可以從它的這個能量的 電子的軌道 距離原子核的遠近來想像說 它呢 到底是屬於比較高的衛能 的狀態 還是在這個比較低階的軌道呢 是屬於低的衛能的狀態 這個能量呢 對於我們待會要講到每一種 原子或者是每一種分子的一些特性呢 跟形成化合物的間解 就是我們 下一節會不會講到這些 什麼供價件啊等等這些間解功能的時候呢 都有很密切的關係 所以這是 就是關於電子軌道還有能量之間的一些相對應的關係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講說呢 這個 電子的這個所謂的chemical behavior 對不起 原子的所謂的chemical behavior呢 就決定在它的這些電子的分布 那尤其是它在最外層的那個電子的就是 最外層我們待會講到叫架電子呢 它是這個valence的這個electron呢 是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那因為每一個軌道能夠容許的電子是不一樣的 第一層呢各位都知道了 都是 第一層呢只能容納兩個電子 第二層可以容納八個電子 那這些呢就會構成了一個規則 所以呢這個 周期表呢就是這樣子的方式呢 根據它的電子的排列所產生的 像第一個shell呢就剛剛講說 只能容納兩個電子 所以hydrogen呢就是其中的第一個原子 它只有一個電子 因為它的原子核裡面呢只有一個直子 所以呢 這樣子的電子呢它就是佔據第一層的軌道 那因為第一層軌道呢可以容納兩個電子 所以呢helion就剛剛講的這個hine呢 hine呢它就是佔滿了這個第一層的電子軌道 因為是佔滿的關係呢 所以它是相對穩定 所以這種在最右邊的我們就稱為innert 就是比較惰性的這個氣體 像這個helion,neon或者是argon 就是這一些的屬於這個佔滿電子軌道的 那第二層第三層呢則是剛剛講說 可以容納八個電子 所以像lysium 這個baron呢就是屬於佔外面第一個 第二圈呢佔一個電子或兩個電子 然後依序呢外面佔三個電子四個電子 一直到在這個佔呢就是佔七個電子 然後最後到neon呢就是把這個電子的軌道全部佔滿 成為一個穩定的這個比較 比較inner 比較惰性的這個元素 第三層也是一樣有八個電子 所以基本上呢 這些電子的分佔呢決定了它在周期表的位置 同時也決定了它的一些重要的chemical behavior 就是化學行為 那我們剛剛已經講過說呢 雖然這些電子的分佔都很重要 但是其實我們最關心的 我們最關心的只有最外圈的 因為只有最外圈的才會跟別人產生interaction 也就是當我們有兩種不同的元素碰在一起的時候呢 它們要產生交互作用 那這個交互作用呢 只有在最外圈的那些電子呢才會產生 所以我們只關心最外圈 就是outermost shell的 我們這些電子我們就稱為valence electrons valence electrons就是大家所熟知叫架電子 那這個架電子呢 可以根據呢它是一個電子 七個電子而不同的一些特性 我們剛剛講說這個chemical behavior呢 就是基本上就是determined 就是由這些valence electrons來決定 那如果像剛才的這個helion、neon、argon 就是這些所謂的惰性氣體呢 它是把這個電子的這個架電子全部都塞滿 不管是兩個八個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就說它是chemical chemical inner 就是它是產生這個化學上來講是不太容易反應的 比較惰性的一個氣體 好 那最後呢就要講到這個電子呢 它其實在分布上面呢 並不是像各位在前面所看到的這張圖呢 它是這個像是一個軌道一樣 就是像我們一般這個地球 或者是這個行星的運行一樣 是在一個特定的軌道上運行 其實不是的 它其實呢是一個像剛才講說 像電子雲一樣 那我們基本上描述它呢 我們去描述它 根據probability 90%的時間 90%其實你會發現到的地方呢 這個所佔據的空間 是一個three dimensional space 我們就稱為這個orbital 這是orbital呢就是它的電子軌域 這電子軌域呢是一個3D的結構 並不是一個固定的軌道 而是一個90%它會出現的一個空間 那這個部分呢 這個orbital呢 也會決定了最後 我們在下一節課就會講到 這個原子所構成的分子的形狀 比如說這個messon 如果我們仔細來看呢就會發現說呢 在第一層呢 剛剛講說呢 每一個這個電子的軌道呢 它能夠濃縫電子是不一樣的 第一層呢是只有兩個電子 所以通常是要乘對才會穩定 不管是八個呢要四對 或者是呢兩個電子是一對 基本上都要是乘對 所以乘對的電子呢會形成一個orbital 在第一層因為只有兩個電子 所以它的orbital呢是spherical 就是圓形的 我們稱為es s就是spherical的意思 就是es軌域 這是first shell 但是the second shell呢 因為它有八個電子 那因為是兩兩層對 所以總共有四對的這個電子軌域 那這四個電子軌域呢 其中第一個呢是2s 就是第二層的這個spherical的orbital 電子軌域是圓形的 那另外呢有三個pi的 就是說3 2p 的這個orbital 兩個 有三個呢是叫這個2p 2是表示第二層的意思 p 是表示p軌域的意思 所以 有三個這個xyz 分別代表的是兩個 三個的這個2p的orbital 那它排列的方式呢 剛好是orthogon 就是垂直的方向 所以最後呢它會形成一個混合的軌域 這種superimposed 或hybridide的這個 electron orbital呢 就會出現 待會我們會看到的這個四面體 就是tetrahedron的這個結構 是因為這些電子軌域呢 它在融合的過程當中呢 會去改變了這個原子 它的這個跟其他原子之間 interaction 的一些方向 最後會決定了這個分子的形狀 ok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開始進入到 所謂的這個分子的部分 剛才講是原子 非常接近物理 然後我們現在進入到化學 就是要講這個molecular molecular就是所謂的這個分子 那這些分子呢 它基本上呢 就是透過了 剛才講說在原子 每一個分子 就好幾個不同原子所構成 原子的最外面這一圈的這個 架電子的互相的交互作用 所謂的 interaction 所產生的 那有時候會產生一些 分享原子的 分享電子的這個作用 那最後呢 就會形成這個見解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進入到這個 所謂的chemical bonding 就是所謂的 產生原子跟原子之間 元素元素之間呢 所形成的這個見解 因為見解的方式不同呢 它也會產生的 各種不同的形狀 跟不同的功能 首先是介紹大家在高中化學都有學過 叫covalent bond covalent bond就是 這個共架件 共架件這個顧名思義呢 他們就是共用的架電子 所以叫共架件 那為什麼是共用架電子呢 是因為呢 每一個原子呢外面呢 它有不同數量的架電子 可是呢我們都知道說 它需要能夠滿足 剛才講那個成對的這個特性 希望能夠把這個架電子 外圈能夠填滿 這樣比較穩定 所以在covalent bond的情況之下呢 就是他們的 shared electron呢 就可以跟他們原本 自己的這個原子的這個 electron呢 可以算在一起 所以可以把這個架電子呢 可以把它完整的填滿 所以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講呢 如果今天是兩個氫的原子 比如說每一個氫呢 是中間有一個直子 然後外面有一個電子 那這個是一個比較不穩定的狀態 所以呢兩個氫原子呢 當他們產生交互作用的時候呢 就會形成一個 covalent bond 而且是single bond 因為呢當他們 產生了這個 interaction 的時候呢 你可以發現呢 外圈這個黃色部分呢 是這個 electron的 cloud 就是電子雲呢 會慢慢的接近 接近到一個程度之後呢 他們就會 share share 他們所產生的 所各自擁有的架電子 所以共同擁有的架電子就變成 原本這個是氫呢 外面只有一個架電子 那這時候share 一個它之後呢 share 另外一個架電子之後呢 它就會填滿了它的 這個es的這個軌域 所以這時候呢 它就比較穩定 那相反來說呢 右邊這個原子 這個氫 這個氫原子呢 也是一樣呢 share 了另外 左邊的這個氫原子的 這個外面的這個架電子 所以它也是填滿了 它的這個es orbital 所以這樣的效果呢 就造成了這個hydrogen molecule 就是這個氫 這個分子就是氫氣呢 它是存在一個穩定的狀態 而這彼此之間呢 就是所謂的 共架件的形成 好 那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說 compound呢 是必須要是 兩個不同的元素 才能構成化合物 像是水是由h跟o 就是氫原子跟氧原子構成 但是呢 所謂的molecular呢 就是只要有兩個 這個 或兩個以上的原子 它們可以是相同 也可以是不相同呢 都可以構成所謂的分子 所以氫 兩個氫原子構成的氫分子 就是所謂的氫氣呢 它是符合這個molecular 就是所謂分子的這個定義 但是我們剛剛講說 因為它是有兩個相同的原子構成 所以它就不是所謂的 這個化合物 但是它是一個分子 所以這是一個氫的分子 或者是氧氣 氫氣是由兩個氧原子構成O2 所謂的這個molecular 那因為呢 在這個情況之下 剛才的氫的這個氫氣的情況之下呢 它形成的是 各 就是各提供一個架電子 所以呢 它們的share呢 就是只有share一個 所以就是所謂的single bound 稱為單件 那如果是氧氣呢 因為氧氣呢 它有兩個架電子叫share 所以呢它就形成所謂的double bound 就是所謂的雙件的這個結構 所以我們在後面的課下禮拜就會講到很多碳原子的這個排列呢 就碳原子呢 有可以形成single bound 也可以形成double bound 有些時候甚至會形成triple bound的這個現象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說 各位也在高中化學都有學過說 我們為了要描述這些分子 就是molecular 起見呢 我們有一些常用的一些formula 比如說structural formula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h跟h呢 兩個氫原子呢 是可以利用所謂的single bound 而且single covalent bound 共架件形成 所以我們就畫一條直線 來代表是它的這個structural formula 如果是氧原子的話 我們就會畫o 然後中間有兩條橫線 來代表它是double bound 這個是屬於這個叫做structural formula 那有時候呢 因為這樣寫很麻煩 所以我們就直接的 用這個數字來表示 比如說這個molecular formula 就是h2 或者是氧氣的話呢 就是o2 通常這個地方是要下標 就是寫在下面 以表示它是 這個molecular formula的一種寫法 那我們再看看其他的這些 我們常見的分子 剛剛已經介紹過 hydrogen就是氫的這個 氫氣氫的分子 oxygen就是氧的分子呢 就是double bound的情形 還有另外一種寫法呢 各位在高中也都學過 就是所謂的luidat structure 就是我們通常因為要 把這個共享的電子畫出來 所以因為它共享兩 就是這個各出一個 所以我們就畫兩點 那如果是oh呢 因為各出兩個 所以就畫四點 那畫四點這種方式 稱為luidat structure 這個畫法是為了 要讓我們了解 它是形成double bound 是共享幾個電子的關係 另外呢 剛才講說 這個化合物裡面有水 就是由一個氧原子 跟兩個氫原子所構成 mesin就是所謂的這個甲碗呢 是由一個碳原子 由四個這個氫原子所構成 那最右邊呢 叫做space fueling model 就是我們知道說 實際上呢 它並不是像我們在化學實驗的模型一樣呢 是有兩顆球中間一根這個 一根桿子把它連起來 實際上呢 我們可以把它想成是 它的電子雲是共享的 所以用這個space fueling model呢 比較容易真實的表現出 這兩個外圈的這個電子雲之間的一些交互作用 所以這個方式呢 是利用這個所謂的space fueling model 來顯示出它共享的這個 電子雲的這個排列的方式 那covalent bond呢 它基本上呢 就是可以跟相同的 也可以跟不同的分子 像剛剛講說 氫氣 氫原子跟氫原子 或者是氫原子跟氧原子呢 都可以形成 這種所謂的covalent bond 那我剛剛已經講過說 如果是compound compound 就是所謂的化合物的話呢 顧名思義就是要有兩個 或兩個不一樣的element才構成 所以像水就是化合物 那氫氣或者是氧氣呢 就不是 那為什麼我們一直在前面 在講這個valent呢 就是因為 生物的一些這個bonding的特性呢 決定在它的這個所謂的架數 比如說我們都知道 有一些是帶正1的 有些是帶負1的 所以這個帶正1的意思 就表示它很容易失去一個電子 像是這個第一 周期表的第一排的這些元素 在周期表呢 倒數第二排的這個元素 就是像這個佛或是氯呢 就是很容易獲得一個電子的 那這個就是屬於比較 負1的這種valent 所以它的架數呢 決定了它的這個bonding的capacity 好 最後我們要介紹一個很重要的特性呢 這跟我們在下一章 要介紹到水的這個特性有關的 叫做電覆性 稱為electronectivity electronectivity的意思就是說呢 雖然在剛才的很多例子當中呢 我們看到的情況呢 絕大多數呢 比如說氫原子 兩個氫原子所共享的這個電子呢 電子呢 因為兩邊是同樣的原子 所以電子呢 基本上呢 它往左邊的原子 跟右邊的原子的趨勢呢 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們就說它沒有什麼 所謂的電子分布不均勻的現象 基本上是很均勻的 但是呢 有些情況像剛才水分子呢 就是呢 它的電子的分布呢 會比較趨向於在氧原子那邊 然後呢 比較遠離在氫原子那邊 所以它就會出現了電子分布不均勻的現象 這種不均勻的現象呢 就會造成所謂的electronectivity 如果我們用這個表示的話呢 就可以根據說剛才前面的 covalent bond的情況之下呢 如果它是分布均勻的話 我們就稱為non-polar 就是非極性的共架件 或者是呢 如果它因為有分布不均勻的現象 會造成的某一邊電子比較容易聚集 某一邊電子會比較疏遠的話呢 它則形成所謂的polar的covalent bond 就所謂的這個極性的這個共架件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就是可以根據 它的這個電子呢 到底是帶正電帶負電 然後相對分布位置呢 來決定它的一些特性 那我們用這個水分子呢 作為一個標準的例子 因為這是在我們第三章的時候呢 還會再看到 基本上為什麼水呢 水分子呢 它是一個所謂的極性的covalent bond 極性共架件呢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呢 氧呢 它需要兩個電子去填補它的這個 未完成的這個 這個第二層的詭欲 那氫呢 剛好可以各提供一個電子 所以基本上呢 它可以跟這個氫原子 跟這個氧原子呢 可以形成一個single double bond 對不起 single covalent bond 那這個氧原子 跟另外一個氫原子呢 也可以形成single bond 可是呢 在裡面所share的電子呢 因為氧呢 它是比較負的 它比較容易吸引電子 所以電子呢 會有一個趨勢呢 是靠近氧 遠離氫 那靠近氧這邊呢 我們就稱為delta- 這表示呢 這邊是屬於電附近 比較高的一個區域 那這個地方氫呢 因為它的電子呢 離它比較遠 所以我們就說 說delta-plus delta-plus 的意思呢 就是這個地方呢 是比較偏向正電的 所以在整個來講呢 就出現了 在氧原子這邊呢 是較矩負電 在氫原子這邊是較矩正電 所以呢 它出現了所謂的極化現象 就是polarized現象 那這個 這樣子的covalent bond呢 我們就稱為 polar的covalent bond 這是水分子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性 各位大家也都知道呢 這跟氫建的形成有關 這下節課會講 還有第三章的時候呢 我們會利用這樣的一個 電附性的特性來解釋 為什麼水分子是我們地球上呢 有形成生命的最重要的一個分子 好我們先在這邊呢 進行這個今天的這個小考